大家好 海苏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移民的潜规则 那么移民有潜规则吗 当然有了 不过今天不是要和大家聊雇主担保 买卖工签这些事情 今天海苏想和大家聊的是跟说话有关的 就所谓的言论上的禁区 那么很多人想 对吧 我为什么要出国 就因为在国外会爱说啥说啥 不信你就看油管 对吧 油管上那么多 批评领导人的视频 对吧 没人管他们 还能挣大钱呢 这个没错 就是你如果真的出国了 你可以批评中国 爱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 爱批评谁 批评谁 你也可以批评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 你也可以批评市长省长 爱批评谁 批评谁 但是注意 有一样东西你出国之后千万不要碰 那就是体制 比如说西方的教育 西方的医疗 对吧 还有包括西方的移民 这三样东西是华人最容易感觉出问题 并且忍不住 想骂两句的 但如果你是个新移民 那你注意 千万别骂 千万别骂 前车之鉴 就是我妻之死 对吧 这一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家庭 对吧 妻子遭遇绝症20天 过世了 老公过了半年 心里忍不住 写那篇文章 还没有开骂 只是记录了一下就义过程 结果怎么样 结果不小心 出圈了 出圈之后 被几乎所有的海外华人 尤其是北美的华人 但是摁在地上摩擦 活生生的 把由一个基因变异引起的肺癌绝症 变成是因为老公的折磨 导致妻子基因变异的 而且凡是替她说话的视频 大家去看 要么被人举报 在小红书上 要么就怎么样 下面的留言 惨不忍睹 比如某著名记者的采访视频 大家去看看 真的惨不忍睹 这是什么样一个潜规则呢 这个呢 就是今天海苏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说呢 你到了西方移民成功之后 对吧 作为新移民 你会跟中国境对比 然后你发现 哎 为什么看病这么慢 化验一个血 要等那么长时间 要反复的看家庭 看好几次才能开出 验血单子 对吧 活生生把一个 一个普通的感染 变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 你才能拿到抗生素 为什么学校里 对吧 这不教 内不教 对吧 憋在肚子里 憋在肚子里 你可以当面跟人讨论 但是注意 第一 不要在微信群里讨论 如果你到微信群里去吐槽 比如本地的社交群啊 徒步群啊 房屋买卖群啊 二手物品转让群啊 你一到群里去吐槽 你就会被围攻的 也不要上论坛去吐槽 你上论坛吐槽更糟糕 一堆人会跟着 对吧 要骂你啊 会叫你赶紧滚回国啊 既然这里不好 那你干嘛还呆着呢 记住 在西方 对吧 总统总理 省长 市长随便骂 但是你不能骂体制 甚至连公务员你都不能随便指责 比如说类似于公务员的专业人士 比如说医生 对吧 你也不能随便批评人家 一批评 你就发现 哎呀 怎么这么多老华人 对吧 也包括一部分新华人 对这里的所谓专业人士 戴这个专业的帽子会推崇到如此地步 而在国内他什么都敢骂呢 对吧 除了领导人不敢骂 所以这些 专业的 有专业 色彩这些工作岗位 这些工作人员 个个都指着鼻子骂 这个跟中国是正好相反的 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就不展开了 反正前车之鉴 你不要在公共场合 包括网络上面 一旦你移民过来之后 不管你是旅游签 陪读签 公签 还是什么签证 还是已经拿到PR了 或者换了护照 记住 不要轻易的 在公共场合 比如微信群 论坛里面 去指责西方 存在的体制上的问题 你可以指责他某个人 对吧 非专业人士 一定非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也不能骂 否则的话 你会被同胞 你不得算同胞啊 因为有的人他认为自己已经不算中国人了 你知道吧 会被他们围殴 虽然他们用的还是中文 如果是英文也无所谓了 但相反你如果能用英文写 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支持者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没在中国生活过 你知道吧 他没有这样一个移民的经过 他就觉得你是有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了 那我肯定要讲了 但是用中文切记切记 不要弄巧成拙 最后 你的抱怨没人听 你反而成了被人抱怨的对象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海苏一样能够伸出援手 而且还能够想办法帮一把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真的都家庭那么和谐 对吧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 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记录 万一到时候 没人能给你作证怎么办呢 那你真的是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移民 你真的要注意 不要到海外来听太多的节目 因为我现在观察到 通过这个事件可以观察到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油管上的博主 对吧 他们其实对所在国家的问题是不关心的 也不敢去染指的 因为他们的听众不喜欢他们听这东西 那么他们的听众更多的是希望你 帮他挖掘出中国的问题 看你从哪个角度挖掘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开骂 看你骂的水平 骂的越好 掌声越多 打赏也越多 观看量就节节升高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得不到一个怎么样 平衡的报道 你看不到这个事情 这种现象 如果在西方 或者西方有没有 如果在西方又会怎么样 你看不到一个公平的报道 你知道吧 比如西方的免费医疗 他只会讲这种事情不可能放在西方 因为西方是免费医疗 但这个免费医疗中出现拖沓 甚至这种 劝你放弃治疗的这种事情 他必要不谈 这是为什么海苏要搞移民讲座的原因 专门讲的就是移民风险 专门讲的就是移民后 你面对着真实的社会环境 那么如果你想移民 那么你肯定需要知道 对吧 西方真实的面貌什么样子 不怕西方有问题 就怕不知道坑有多深 对吧 那么了解完之后 你再做移民决定 才是慎重的 这是为什么海苏要做 不公开对外的 因为这些讲西方问题的内容 怎么样 放出来会被人骂的 会被人围攻的 甚至人家会拉着放大镜 来观察你 检查你一切的网上言论 用塞子去塞 实在塞不出毛病 就给你编一个 贴在你 额头上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如果你想了解西方这种情况 加我的微信 Canada9969 那么你再了解了这个真实状况之后 对吧 你再做出决定 要不要迈出人生这重大的一步 这个我觉得呢 会更为的稳妥 好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关注海苏的频道 点赞 留言 转发更多的朋友 谢谢大家